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很開心,又再次請到Vicar跑步教練上來接受訪問 Vicar,歡迎你! Hello, Priscilla,大家好! 我們上次談了一些跑步入門的事情 大家有時間可以去看看這個影片 今天這個題目很好,對一些開始想學跑步的朋友來說 是非常好的一個題目,就是對於跑步的一些不同的迷思 今天有六個迷思,我想請Vicar和我們做一解答 好,我們可以開始談談吧 第一個迷思就是,跑步是會傷膝蓋的 這個可以說一下嗎? 好的,我其實預備了一些圖片 不如我現在先去跟大家分享一些圖片 跑步是否會傷膝蓋呢? 其實在很多我初級的學生都會有這個想法 甚至乎在他身邊的朋友 甚至乎可能自己的家庭醫生都會跟他說 跑步可能會傷膝蓋的 反而我會把這句說話加多一點 將他講得清楚一點 其實跑步是不一定會傷膝蓋的 一會兒我去分享一些科學數據 一些研究裡面 其實跑步可能對你的膝蓋有更加強化的功效 而我想將這句說話如何改善呢? 就是錯誤的跑步姿勢 是會傷害膝蓋的 而正確跑步姿勢 是應該不會傷害膝蓋的 如果說傷害膝蓋的 讓我嘗試去下個施錄 如果我用一個比較極的個案 來跟大家分享 大家可能都會擔心 如果我收入歌 拍得多 去到一個程度 受傷 繼而有骨關節炎 所以我們看到在鏡頭上 左邊的關節是正常的 右邊開始看到有些損位的地方 但是其實在鏡頭上是有些軟組織 我們英文叫meniscus 中文叫半月體 其實就是我們每天走每一步路 你起身伸展 甚至乎跑步 是幫助你 有一個我們會說 把壓力去減低 好像一個cushioning 的功效 但是很多時候 如果我們那個半月體 開始磨蝕的時候 那骨頭和骨頭就開始有磨擦 繼而就會有發炎的情況 我們回到那條問題 究竟跑步 會不會去到一個很極端的情況 會令到你有骨關節炎呢 我們看看下一幅圖 其實在一些研究數據裏面說 在美國 我們說北美洲 有三千萬的美國人裏面 發現其實有骨關節炎的情況 其實都是很多的 而10%裏面 在60歲或以上的人 都會患有膝頭的骨關節炎 講到這裏 其實怎樣去預防骨關節炎呢 很多在醫學研究裏面都說 其實除了你的飲食 其實最主要就是要做一些 我們英文叫weight bearing 一些重心的訓練 以至你享受周邊的軟組織 肌肉和肌肉都可以強化 以至保護你每一天你需要做的日常活動 跑步或者你平時散步 去保護周邊的軟組織 和剛才我們講到膝頭的半月體 再有研究說 這是在哈佛裏面做一個comparative study 他就將很多人做過的研究 即是不同科學家自己獨立做的研究 他就將這些數據統一了 所以裏面研究的人數 去到十幾萬 但是大家記得 不是研究有十幾萬人 而是在多份的研究報告裏面 統一了這個數字 所以這個數據我們會說是一個平均數字 那麼他發現了些什麼呢 就是在這一堆研究裏面 研究對象就是跑步和膝頭的骨關節炎 那個relationship的關係是怎樣 就發現到3.5%有跑步的習慣 那麼他說跑步習慣 不是說什麼要有競爭性 只要你每個星期有花到大約50分鐘左右 已經算是 只有3.5%的人 out of這十幾萬人 是會有骨關節炎的 而相比呢 10%完全不做跑步不做運動的人 就是會有骨關節炎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這個落差都很大 而大家也要記得 有些研究呢 譬如我都看過 那個數字是比這個差別更加大 意思就是不做運動 那個會有骨關節炎的情況呢 是更加重的 那麼他還有另一份呢 的研究數據呢 在2015年 說到有一些有輕度的骨關節炎的朋友呢 只要每一天行七千步 是不是我們平時聽行一萬步 但是這個數據呢是七千步 都不會有酷化的情況 所以我們再一次證明 其實 無論去跑步 無論去走路 都是對於你的膝蓋 是有幫助 所以其實那個重點就是 要保持那個 旁邊的軟組織那個流失 那就 去定期去 起碼行七千步 就讓那個 就自然會傷到膝蓋 即使是跑步 嗯 可不可以這樣說 其中是 OK 另外一半的 最主要就是周邊的肌肉 OK 周邊的肌肉 如果你的身體能夠去 依靠那些重心肌肉 去走路的時候 或者去跑步的時候 那你就會減低了膝蓋的負荷 很多時候我們在行動上 可能用了膝蓋的以下小腿的肌肉 所以我現在和大家分享這幅圖 就是想給大家看 其實我們無論跑步行路 都在用很多的肌肉 而怎樣把集中 放在哪一個肌肉 其實都會對你 日後在那個 跑步的經驗 經歷 和你會不會受傷 都有大大的改善 膝蓋的肌肉 剛才我說的是很極的情況 如果大家去到 最擔心的就是骨關節炎 但你說不是 我沒有這些情況 我又不怕骨關節炎很年輕 十幾二十歲 應該不會有這些情況 但我跑步 膝蓋的肌肉也很痛 所以我想去展示一下 給大家看這幅圖 從腳板到臀部的肌肉 其實跑步的時候都會用到 但你看到分佈很不同 小腿的肌肉和大腿 同到臀部的肌肉 尺寸相差很遠 而很多時候我們跑步 其實如果重心 剛才說落腳點 或者姿勢擺錯了 其實很多時候放在膝蓋以下的小肌肉 成為一個發動力 但其實我們在正學的跑步 通常都是慢慢鼓勵學生 學會一套方式 就是用到大腿和臀部的肌肉 去成為你發動的力量 以至那些肌肉其實沒有那麼快累 反而能夠讓你用更多的力量 但小腿其實有的能力很少 所以很快會累 好,我們看看下一幅圖 其實這一堆肌肉 由左邊到中間到右邊 都是直接或者間接跟你膝蓋 有連接的關係 你去幻想 當你跑步過量了 肌肉開始收緊的時候 譬如我們用中間的圖來計 它就是一個平時沒有跑步的 你臀部開始用多了體力 譬如一些劇力的運動 就當作跑步 它就會收緊 你看到一條白色的筋 我們叫IT band 由那條筋 它就會薄到你差不多小腿骨 但是也會間接接觸到你的膝蓋蓋 它收緊的時候就好像一條橡筋 將它吸收緊 所以你膝蓋周邊的肌肉 軟組織 甚至乎神經線 都會有壓住的感覺 所以其實這個重點 就不是膝蓋出了問題 而是臀部的肌肉不夠力 去支持你做跑步的動作 但是你感受到就不是臀部痛 你感受到就是膝蓋痛 所以你說的很正確 所以跑步真的要學 因為如果不是用錯了的姿勢 其實就會有膝蓋疼痛的問題 但是如果本身已經有膝蓋痛的朋友 當然要諮詢了醫生 沒錯 但是如果一般人來說 會不會都需要可能是 可能像剛才講的 先走一步 或是失真步 強化了肌肉才開始 還是可以馬上開始呢 是 所以這個你都問得很好 所以我平時在疫情前 有群組班 其中一個群組班就是 叫做跑步基礎訓練班 其實一年六堂 每一個半小時 很多時候學生都會發現原來不能跑 因為頭四堂都是學一些基本理論和基本功 就是如何強化跑步需要的肌肉 很多時候我都說笑的是 其實跑步很多時候用的肌肉我們平時用不到 為什麼?因為我們一天在辦公室 八個小時就坐在那裡 你的屁股和臀部很難去啟動它 直到去上基礎班 我們做不同的重心訓練 這支大腦先啟發這些肌肉 讓它準備好 我們到了第五和第六堂 我們真的跑步的時間也不會多過十分鐘 其實是需要時間讓你的身體的肌肉先啟動 強化了 然後你才去跑步 我想整個經歷和過程會更開心和長久 循序漸進就可以預防受傷的情況 沒錯 我們第二個迷思就說一下 跑步是否會令小腿變粗呢? 這些女士特別關注 會不會越跑越粗呢? 除了膝頭疋疾病 除了膝頭疾病 痛楚最最最最最最超級的問題 之外 小腿變粗都是大家都很擔心的 對吧? 因為很多時候我們 我們開始去跑步 最大的目標都想生形更好看 當然 健康都是為主要 但是也會很擔心 會不會跑步小腿走越來越粗呢? 我想用一些極端的圖片和角度和大家分享 以致大家能夠有個明白 小腿變粗其實也不是你想像中那麼簡單 為什麼呢? 我們回到這幅圖 這幅圖其實和剛才跑步的幅圖很相似 只是展示給你看跑步需要用的肌肉 其實正確的跑步我們不是那麼用到小腿 小腿是用來做一個輔助性和平衡的功效 而每一次法力其實在正確的跑步裏面 我們是想用到前面我們叫做quartracept 中文應該叫四頭肌 還有後腿的肌肉 還有你的屁股就是gluteus gluteus其實是你全身最大的肌肉 所以我們全名叫gluteus maximus 它有三種肌肉 到最後你看到你的小腿 我們今天集中說小腿會不會變大呢? 再看下一幅圖 有四個健美先生 要練到這樣的身形 不是你說舉幾下啞鈴就可以做到 另外一件事你去明白就是 其實小腿的粗幼 某程度都是天生的 跟genetics有關 有些人小腿是比較幼的 有些人小腿是比較粗的 但是你說是否不能改變呢? 也不是的 就好像一個人的健康 每個人的健康 你的100% 今天你去到哪個位 其實是有得調教的 你飲食、運動 完全都不做的 那你就去不到100% 但是當你全部都很小心去做的時候 你就可以慢慢接近你的100% 小腿的size都一樣 當你不去用到小腿來做運動的時候 其實裏面的脂肪分佈比較多 所以裏面是比較多脂肪的 但是倘若你開始做運動 其實裏面的脂肪會被燃燒 反而你的小腿是會有收緊的效果的 我用了一個extreme 這些全部都是回到跑步 左邊那個就是世界100米記錄保持者 叫胡仙波 你看他的小腿也不是很粗 相比他的大腿肌肉 這個是跑100米 他的鍛鍊方式也是非大樣的 我們長跑是大樣的 我們長時間都希望 身體在一個大樣的情況裏面去進行 右邊那個就是世界女子馬拉松記錄保持者 最新的2017年 你看他的小腿很幼 他跑得很快 他們這些平均每一個星期 至少是200至300公里 我們正常人 譬如我訓練比較高程度的學生 最多都是去到100公里左右 你會明白了 跑到200至300公里 小腿會不會很粗呢 我給你一個extreme的例子 世界冠軍 世界紀錄保持者 其實你看到小腿是很瘦很油 其實大部分跑馬拉松的人 身體會慢慢變小 所以無論手和腳都會變幼 和收緊一點 我們說廣東話是一個鋼條形的身形 因為這些運動員本身的體肢也會低 小腿 所以小腿基本上不會因為跑步而變粗 反而會變幼 沒錯 跑步的好消息 因為會消脂到 但是大腿呢? 大腿呢? 大腿是兩體 我會說大腿很多時候都是脂肪分佈很多 那你適量的跑步、適量的運動 當然是有收緊的功效 但是如果你把它已經不是健康為目標 而是開始你會說 我不是喔 我要競爭多些 比賽多些 甚至乎我對於那個線條要多些 那你就會過了一個位置 已經不是追求健康那麼簡單 那肌肉會增加 剛才我所說的那樣事情會發生 那大腿是會變大的 但是只要你不要過那條界線 你保持健康的運動 那其實呢 都是有收緊的功效的 所以大腿呢 都因為你跑步 適量的跑步 而會收緊的 所以對於一般人來說 一般人健康的跑步 一般人的跑步量 其實都很難做到大腿會變粗的 是的 很難的 很難的 你問一些男士 舉牙齡 舉來舉去 其實那個尺寸不會差很遠 因為其實你是要一套很配合的餐單 配合到的訓練方式 才能夠令到肌肉增生 所以不是想像中那麼容易 但是如果那個姿勢不適合的 有些人不適合去跑步 那又會不會影響到小腿變粗呢 你剛才是說 因為那個小腿是用來做一個平衡的作用 我想未變粗之前 他已經不會說跑得太遠了 因為很快會受傷 因為很快就會經歷我們剛才說的膝口疼 上五吋下五吋發炎 那些這樣的情況 好 好 我們又去下一個迷思 好 這個呢 對我也很有關係 我介紹一下 好 很喜歡去健身那裏跑步步 其實跑步步和街跑 其實效果有什麼分別呢? 好 看看下一個 那我大致上分了幾個範疇 去比較一下兩樣東西的差別 好 第一件事 說到路面情況 你會發現 Treadmill 大部分的跑步機 其實它那個 吸收的壓力那樣東西 它都有彈弓 有一個 有一個 像車一樣 有一個避震 所以你跑步的時候 那個腳 感受地面的撞擊 是大大減低的 OK 好了 你說好嗎? 當然 好視乎你自己的程度 比如說你剛剛開始學跑步 那就好 你不會這麼容易 因為錯誤的跑步姿勢 而受到不必要的撞擊 但是如果我們跑得多的時候 而目標又是會在路面上去跑比賽 那你的腳 那個肌肉 軟組織 其實又不能夠有好的訓練和增生 那帶到下去的影響 那個撞擊 其實就是跟路面的有關係 我覺得剛才說到 其實很多時候我們做運動 都要按部就班 其實一開始學跑步 選一些比較遠一點的路面 來開始跑 比如你一開始跑 跑步機是好的 OK的 沒有問題的 但是慢慢當你想你的腳 再強化一點 其實又要開始在一些比較硬一點的 Service 上面開始去練習 比如我們住在北美洲 我們容易可以跑到一些公園 一些小徑 比如去地上 我們說是一些 gravel path 這樣 變成了比起石屎 又會安全很多 但是始終我們很多學生 預備去比賽的那些 最終目標都是要跑路面 所以很多時候的練習 都希望能夠跟比賽的狀況 是近乎一樣 OK 那就落到下一個 repetitive motion 就是一個重複性的動作 其實重複性的動作 是會有什麼問題呢? 其實很容易受傷 因為當你重複做同一件事 用同一組肌肉 你就會磨損 會容易疲勞 會容易受傷 其實你不只是跑步 有些人說有工作病 有50肌肉 都是因為這些重複又重複的動作 其實跑步機 會令到你有這些重複性的動作 因為很多時候跑步機 所以它那個升降 它就是停留在同一個幅度 一個gradient 除非你自己很刻意不斷去改 但當你在街上去跑 其實升降是不斷變的 就算你用目測去看一條路 好像完全平 但其實它都是高高低低 當一條路高高低低 或者少少彎曲曲的時候 你的身體是要不斷去調節 調節用不同的肌肉去跑 其實整體來說 是對於你的身體的強化 是有更大的功效 下一個就是說 Friction 和 Circulation 跑路面 其實地上有很多阻力 有什麼阻力呢? 第一個阻力就是 你跑路面的時候 那個Friction 我們說是磨擦力 你的身體是要用多一點力 來達到和你Tradmill 的速度 就是你要用多了力 第二個Friction 就是Air Friction 就是有風阻 你在街上跑不一定順風 有時候會逆風 你跑Tradmill 也不會有這件事發生 我再加上Circulation 就是說空氣流通 我想特別順帶就是現在疫情 其實我都盡量鼓勵學生 可以的話 都是在一些流通的地方去進行 特別如果你不是家裡有跑步機 你是要去回所 一些community center 其實跑步你長時間在室內 我覺得會增加了你受感染的風險 另外一件事就是你在街上跑 吸新鮮空氣是好 最後就是剛才說安全 那你究竟在街上跑是否安全 譬如你自己住的環境 是否你覺得是安全的呢 譬如會不會太多交通呢 或者治安會不會有影響呢 是我認同你的說話 就是看回個人生活的環境 有時候我可能都各有各的好處 有些朋友有時候跟我說 他在街上跑去 在香港好像食塵一樣 譬如你說北美 隨時外面有個公園可以跑 但是譬如好像我們溫哥華 其實有時候都會有幾個月 經常下雨 可能甚至下雪 其實如果我 其實是否身體都會容易轉換到的呢 譬如我某些月份 我去跑步驟 但是我平時可以的時候就去外面跑 你剛才說 因爲滑步驟它可能只是 我意識 我理解一下 就是它可能 比較鍛鍊某些肌肉 可能未夠全面 嗯 天氣因素都 是令到大家那一刻 是不是想跑滑步驟的 OK 但是其實跑開街的那些學生 你要去跑車廟其實是很困難的 因爲跑車廟它覺得很悶 是不是 跑街就不斷的環境轉變 是不是 就是你由開始那個點 然後你可能跑一下海灘 跑一下山 那你轉眼就已經跑了 可能十幾公里了 但是你跑車廟 來來去去都同一個景象 所以 那個決定點什麼時候要跑 回到房子跑車廟呢 那我通常都是說自己的自身安全 譬如我們北美洲會下雪 那我通常都跟學生說 就不要停而走險了 就是你寧願是 可能是發美一點 悶一點點 我也寧願你回到房子裡 或者去Coming Center 你去跑Tradmill 因爲你不會滑倒 那我們這邊 其實雪都不是說最滑 是地下的冰 那你滑了一次你受傷 有時候真的可能 整個季的訓練 都會大大的被影響 至於下雨 其實真的很按你自己的目標 譬如很多時候 學生跟我說 阿Sir 明天下雨 那怎麼辦 我亦都問他 我說如果你比賽的時候 下雨你又想著怎樣 通常他就明白 其實有時候我們 去練習 如果是為了比賽的原因 其實每一次的練習 就好像一個Rehearsal 無論什麼天氣 你都要去學去預備 因爲你比賽那天 都有可能傾盤大雨 但如果你說 Percilla 我不是要比賽的 我都是 就好像你剛才說 做運動 我覺得不重要的 那你下雨的時候 你便先在家裡做 你晨天的時候 才出去跑 但如果你躺藥 有機會 你也想試下雨 你不需要試太久 可以試一下出去 5分鐘 10分鐘 看一個經歷是怎樣 可能比你想像中好的 沒有很多學生 其實跑得久了 反而喜歡下雨出去跑 感覺可能更清新 哦 是的 哈哈 那 是的 你知道現在有些 檢查描機 他都會有些影像 給你看 我跑到哪些地方 但是其實 感覺上真的 挺假的 其實真的 不夠出去外面跑 是的 好 那 我們又說下一個 迷思 好 跑步 是否只適合 年輕和瘦的人 是的 是的 OK 我說 教跑步這麼多年 其實什麼年齡層的學生都有 我最小的學生 當時是父母帶來五歲 到七十幾歲的退休人士 其實都有 我覺得第一件事 最重要是行動方便 我大部分學生 例如退休年紀 有些可能會 有些 怎麼說 可能體型比較重 那些學生 我就會跟他們說 可能 開始跑步的時間 我們要拖慢一點 可能開始 把自己的體重調節 甚至乎 將自己 剛才說的那些 跑步的肌肉 先鍛鍊了 才再跑步 我們那個 情況 會好很多 如果一開始馬上跑步 加上又有體重 又平時沒有做運動 那就會比較辛苦 而且經歷未必是最好 我有些數據 可以和大家分享 他說 這個研究 是追蹤了 五萬多人 這五萬多人 是他們用了十五年時間去追蹤 他就發現 因為跑步 他都沒有講其他運動 而這五萬多人 他沒有說 西過什麼年紀 有沒有病 他就很隨便 找了五萬多人 可能有些人有高血壓 有些人是吃煙 有些人是有喝酒 糖尿的習慣等等 他就發現了 如果只要每天跑五至十分鐘 很少 五至十分鐘 已經可以大大減低45% 因為心臟病或者心血管問題 而死亡的風險 還有其他的 我相信可能是一些慢性疾病 譬如糖尿等等 就減到30% 所以 剛才你問的問題 是否只適合一些年輕人和瘦 我覺得 如果因為健康的緣故 絕對適合所有的人 因為當這個研究數據裏面告訴你 因為跑五至十分鐘 可以減低你這麼多的風險 我覺得是值得的 所以每個人都應該 學一個正確的跑步方式 以至身體更健康 五至十分鐘 其實真的不多 所以是一個很鼓勵性的數據 沒錯 所以都是回歸到 如果可能有些朋友 可能是年紀大一點 或者可能重一點 其實都是回到 你正式開始跑步之前 其實要預備 是嗎? 就是預備和強化肌肉 各樣的過程 你剛才說 其實有沒有指標 譬如有些朋友 他是真的胖的 但是你說 可能他瘦一點 才正式開始跑步 那麼 有沒有一個指標 可能要減多少才適合呢? 很多時候跑步 我都會說 你要自己 聽自己的身體 OK 怎樣聽自己的身體 其實跑步教練 知道的事情 很多時候都是 一些數據 頭腦上的知識 或者跑步的姿勢 怎樣去改 但其實你身體經歷的事情 我不能夠全面去了解 譬如你說你走每一步的感覺 是怎樣呢? 其實我只有能夠 聽到你 說你的感覺是怎樣 所以我會說 如果你 某個重量 例如有些學生 我們說BMI 是比較偏高的 那麼 他又能夠去做到跑步 又不覺得有什麼痛楚 我覺得就是你要聽你的身體 你做到 譬如你每天做到半個小時 做到第35分鐘你就覺得痛了 那麼我就覺得那個位置你要去停 所以其實在一個開始做運動 跟你的教練的溝通很重要 因為我們要去明白 你的身體去到哪個位置 就已經不可以繼續去負荷了 那麼我們就要由一個量度 我們就要找一個適合你的位置去開始 那麼就在那個位置開始去建立 所以剛才你說應該怎樣 幾重、幾多 沒有一個實質的數字 當然你說去到嚴重的那些 那我覺得應該都是找回家庭醫生 或者營養師去商量 但是我想我說的那些學生 就是可能是稍微超標 BMI 比正常的體重 可能高了幾度 那些其實我覺得 在一個緊密的溝通上面 很多時候都能夠處理到的 是啊 因為可能年紀開始大 其實他可能除了肥胖之外 他同時間都會有一些風險 他可能同時又有血壓高 或者血糖高 其實那些情況你會不會建議 都是找醫生商量一下才開始跑步呢? 會啊 還有第二個問題就是 其實跑步會不會對血壓有些影響呢? 因為有些朋友會很害怕 跑起來的時候血壓會不受控 是的 這些問題我覺得是值得去想清楚先的 因為始終每一個新的習慣 其實有很多事情你要去適應 去改變 甚至乎好像一個投資 當然你投資當然希望有回報 那第一件事 我覺得你應該都是跟家庭醫生去商量一下 到底應該怎麼做才是安全呢? 其實你剛才說的那些個案 我過往都有機會去教過一些學生 有很高血壓 甚至乎因為心臟病要做搭橋手術的 也有 嚴重糖尿的朋友 可能是因為家族遺傳 也有 那 我想我第一個的建議 都是跟家庭醫生說了 OK 但是在最後 其實全部都會 醫生都說做運動是有幫助的 但至於怎麼做呢? 我都會說都是要聽自己的身體 那怎麼聽自己的身體呢? 譬如 血壓有問題 或者心臟有問題 很多時候 醫生都可能建議你會打一個 我們叫做Heart Rate Monitor 一個心臟疑 可能醫生會跟你說 去到某個心跳 你就要開始停了 你就要開始休息了 等等等等 這些是會幫助你 不要過了火位 那 其實跑步是一個 如果我們是大漾的情況下進行 好像我們剛才說 一百米的就不是大漾的了 那些谷度很行 但大漾的情況下進行 其實是幫助我們心肺的功能提升 很多時候我訓練的學生 他們慢慢會發現 自己的心跳會慢慢減低 為什麼會減低了呢? 其實是因為 他的左心房負責來泵整個身體的血液 當你的左心房強化了 肌肉強化了的時候 他泵一下就比起舊時多很多了 其實以致你自己的心肺功能提升了 你的心功能提升 其實就不用泵那麼多下 變成對你有心臟病 有血管問題 那些全部都會有大大的幫助 那一般有沒有說 會年多久就開始看到 那個心肺功能提升呢? 恩 恩 因人而異 但是我會說 耐性是很重要的 就是跑步 不是一個很快會見到 效果的一種運動 特別正確的訓練 我很多時候都希望學生 不要跑快 跑一個速度 通常我都會跟學生做一個諮詢 去量度究竟那個速度應該在哪個範圍去跑 但是你說有些學生 我有機會跟他們接觸做訓練 我通常給一個指標 就是你能夠一路跑 可能跟身邊的partner聊天 或者自己跑的時候 你能夠自己 可能唱到歌 那個其實都是一個頗不錯的指標 OK 當你用一個這樣的速度去跑的時候 其實身體裡面發生了很多的轉變 而我們肉眼看不到 所以我也鼓勵大家 跑步不要只是想 哎呀我身體有沒有瘦到 腰有沒有幼了 那些沒有那麼快看到 但反而其實你血管裡面 心臟經臨 肺 很多事情都發生著 裡面有很多很好的改變 有時候可能要到六個月 八個月才會有改變 是 甚至乎在賀爾蒙 都會有很多的改變 例如有些學生壓力很大的 跑了一步 大家都知道做運動 我們英文有一樣東西叫Dopamine 就令到你個人開心很多 對 壓力因為這樣而減低了 所以其實跑步都不只是身體又改變 而你的心理 在那個減壓抗擊屈 都有很大的幫助 是啊 絕對 有時候我覺得做運動 都很說你要享受那個過程 因為如果你 有時候我見很多客戶 他們運動是因為要瘦的 那一星期他運動了 但是受不了 那你就不會 那就很沒意思了 其實我認同你 有時候做完運動 其實那種感覺真的很舒暢 沒錯 我們又下一個迷思 剛才略為說了一點 跑步是否越快就越有效呢 如果一開始跑 是否要每天都跑呢 如果不是很容易避開呢 嗯 其實都是回到同一個理念 OK 要按部就班 所有事情 我想我這個slide寫著 Adaptation 和Progression 當你做一件事 你太心急的時候 身體未能夠跟隨到 你的腦跑得太快 就很容易受傷 OK 所以我們 你腦裏面很想達到那件事 你都應該會有一個 明白就是 其實有一個適當的時間 是不是 譬如我們說簡單一點 有些同學 我要減肥 我要一個星期減二十磅 那不是不行的 是會做到的 但是其實 帶來之後一些不好的影響 其實也很大 所以我們做每一件事 都應該有一個計劃 譬如你說一個月要減到兩磅 我覺得這樣很容易達到 亦都很健康 甚至乎多一點都不是問題 同樣 就是我們跑步 是不是越跑得快 就越有幫助呢 我覺得 那是一個進程 當你的身體未適應到某個速度 而你過了那個速度的時候 那個感覺就是 你駕駛一輛車 五個人 你硬塞八個人進去 你慢慢就發現 不升負荷 慢慢就發現 嘩 不行啊 長期下去 是不是搞不定 我們的身體都一樣 所以我也是鼓勵大家 不需要跑得快 反而我剛才給大家一個鼓勵就是 你跑步的時候 能夠跟隔壁人聊天 享受到過程 其實身體已經有很多 很好的功效在裏面發生 還有第二個問題就是 你說 跑步不跑 是不是很容易會肥 是不是 我不會說 因為 很多人問我這個問題 有些人是因為 很快會開始了 會停停完之後 就更肥 那間子 是 這種想法很負面 我第一次說 哈哈哈哈 我覺得 是不是應該去想的就是 怎樣成為一個更加好的自己 怎樣成為一個更加健康的自己 而不是想一些 反過來的方式 就是 糟了如果我變好了 我會不會變回衰 我覺得 有時候我們自己的目標 就是反而 應該令自己更加好 是不是 如果你上樓梯的時候 你上了第二級 你應該去想第三級 你不要跟自己說 我想第二級 會不會跌回到第一級 我覺得 有時候 那是個心態問題 其實對於一個目標計劃 你要相信那套計劃會有效 所以有時候 有一個教練跟你 去設定一套可行的計劃 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覺得有時候 我們跑步 其實是一個計劃 然後又去下一個計劃 所以 學生有時候 看回一開始學跑步 可能幾年之後 原來自己走了這麼遠 當初想自己跑10公里都跑不到 但是今天 已經跑了一個全馬拉松 今天可能已經不再想自己 體重是多少 因為已經去到一個很健康的狀態 甚至乎追求 在那個速度 在那個比賽競爭性 那我覺得有時候 當你有計劃的時候 你就不會這麼擔心 我不跑步 是不是會胖了 反而你會更加去找方法 令自己更加強壯 是 你說得很對 其實人的心態是很重要的 是 你相信自己可以再提升一些 那你就可以提升一些 是 可以的 是 但是 你說那個速度 你說 是需要跑得很快 但是 其實 但是 是不是對某些朋友 他可能真的想著去比賽的 其實速度就是他們的目標 對一般人來說 可能只是 消閒性地跑 其實是否速度就未必需要是一個目標 目標也是你自己定 我覺得 譬如你一般做運動的 可能你會用時間 你會用時間 每天我要跑到30分鐘 慢慢 慢慢 回到這個slide Adaptation 和progression 適應 和按部就班 慢慢你適應了30分鐘 你就會覺得 好像出去散步 那你就會把30分鐘拉長一點 一樣 在速度上面 你會慢慢習慣了速度 你個人強化了 你就會覺得 這個速度可以再快一點點 其實是慢慢提升的 至於是否比賽一定要考慮時間 也不一定 那些學生可能第一次 由一個健康的跑步為目標 他就開始說 我想試試比賽 可能第一個目標 我們未必是定過速度 我們先定是否能夠完成 可能我們不考慮時間 你可以跑到半馬拉松 其實都是一個很大的 成功 一個得著 甚至乎有些學生要跑全馬拉松 我們都不需要一定要考慮時間 可能做到這件事已經足夠了 很多時候 反而我作為教練 我就不推動學生 反而讓他有個選擇 讓他知道原來自己身體的可能性 是可以更大 那麼他自己慢慢就會想 我想快一點 那麼在一個安全性的練習下 其實這個速度是有一個訓練方式的 以至你慢慢可以提升 而又沒有那麼容易受傷 是 好 我和Vicar第二次聊天 我真的覺得 跑步 你都要有一個很個人化的計劃 包括你身體的狀況 還有 人人都不一樣的 最重要的是 其實目標是提升自己 比現在再做得好些 再做得好些 而不是說我要一步登天 沒錯 還有享受過程 而且過程 我亦都喜歡你 是說 你如何慢慢去適應 和慢慢去 去拉起自己 去達到自己的個人化的目標 是的 那 又要問問你了 什麼時候開始跑步 現在 現在 你這個問題 沒有 沒有 你這個問題 我差不多隔天就有學生問 是的 其實不是學生 是想做學生的問 因為我們那個跑步班 是費用全面的 不收錢的 就向一個群組的性質底下去進行 但因為我們在溫哥華 BC 省 其實我們那個限聚令 現在就不容許我們做這些班 其實我的宗旨 第一 免費 第二 最大的就是 想大家健康 我就不想大家挺而走險 所以 當衛生局說可以在室外聚集的時候 我就立刻可以開班 所以大家就耐心忍耐 我自己也很想快點去教跑步班 但也要等疫情稍微緩和一點 我們才可以安全地進行 我也要排隊 是的 一起來 是的 是的 但是各位朋友 如果你們有興趣 去了解一下 Vicar的跑步教育工作 也可以去他的Facebook群組 可以得到不同的資訊 今天很感謝你 Vicar 我們稍後再有機會再談 好的 謝謝Percilla 再見 再見